第581集 黑居 当时去静山的路上,河流里的黑影给人小素带来的危机感,以及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鱼肉鱼骨,人类尸体,还有食验体,人灭虫。 这其中有些诡异的存在,恐怕连超凡者都对付无聊。 但最让人小素担心的是,静山里那火山口中生存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圣山里会不会也有? 自打静山被熔岩毁掉之后,人小素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担心那玩意儿会不会从火山口里钻出来。 可后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以至于人小素都快把那生物给忘了。 可那种超现实的生物,怎么能真的忘却呢? 如果圣山里也有那样的怪物,恐怕所有进入圣山的人都会有麻烦吧。 人小素他们三个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本有人提议开车前往圣山外围,结果被承宇给否决了。 承宇是个谨慎的人,他宁愿徒步在山野里走上一百多公里,也不愿意开车走大路。 毕竟圣山是人家火种公司的主场,谨慎一点才能活得长久。 这时,承宇回头喊大狐友。 你这向导为什么老是在队伍后面嘀嘀咕咕的?走前面带路啊,接下来怎么走? 大狐友一边答应,一边小跑着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我这普通人呐,跟不上你们这些高手的速度呀。 腿脚又不利索,落在后边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身上带地图了吧? 我把咱们前进的路线给你画一下。 承宇想了想,便让助手取来一张地图。 大狐友接过地图,一边画一边说道。 咱们要抵达圣山的外围,还得再翻过三座大山才行。 这今天晚上啊,我们能抵达芳山的山脚,两天后抵达武寨山。 这七天之后,再抵达神池山。 在这神池山的山腰上,我们就能眺望到圣山山脉的轮廓了。 承宇有点不满意。 怎么一百多公里的路需要走七天这么久? 大狐友一边画地图,一边满嘴忽悠。 我这不是腿脚不方便吗? 要是你们嫌我慢,抬着我走也行啊。 或者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把地图画好了,干脆你们自己去得了。 承宇都给气笑了。 抬着你走?你怎么不上天呢? 给我老老实实在队伍里待着,七天就七天。 当天晚上抵达芳山山脚的时候,大狐友就偷偷给任小素和杨小锦说道。 这有些事情啊,我没给他们说,这些年,我每年都会来看一看这圣山外围。 结果我发现呢,那变异的植物范围是在慢慢地扩大。 所以过了五寨山,我们就得小心警惕起来,以免阴沟里翻船啊。 任小素忽然想到,以后倒是可以让周莹雪来这边转转啊。 他不是有收集变异植物的能力吗?这里可是最佳收集地点啊。 想到这里,任小素避开大胡友,低声问杨小锦。 你的能力有什么缺陷吗?提前互相沟通一下,跟别人打起来,也好知根知底。 就比如,我富可徐贤主的影子老许,如果被人击中眉心就会消散。 富可王松阳的蒸汽列车,所受伤害会全部以疼痛的方式反馈自身。 所有超凡者的能力都有自身的缺陷,例如吐泡泡的张宝根,如果口干就吐不出来了。 能力因精神意志而诞生,但并不代表它会实权实美,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一般情况下,超凡者绝对不会告诉别人自己能力的缺陷,但任小素和杨小锦之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嗯,我这能力的缺陷,大概就是狙击枪只能单发射击,每射击一次都需要重新装填子弹上膛。 射速限制了能力的发挥,总会有种力气使不出来的感觉。 任小素听了这话有些恶然,之前战斗中,杨小锦的射击频率极高。 例如在洛城,例如在李氏壁垒,单发狙击都有那么高的射击频率,那如果是连发呢? 等等,自己的黑刀与黑鞠都是两把,但老许用狙击枪根本没有准度,还不如抱一挺重击枪冲锋来得高效呢。 那自己的黑鞠能不能给杨小锦用? 要知道,黑鞠的优点可就太多了,有效射程更远,不需要额外装备消炎器,也不需要手动换子弹。 还有一颗黑蛋,任小素直到现在都没敢用过。 就在所有人还在搭建帐篷,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任小素就撇下大忽悠,带着杨小锦往深山里走去。 负责整个团队的成语皱起眉头了,这才第一天就有人单独行动了,小情侣也太耐不住寂寞了嘛。 年轻的时候,怎么能只图享乐呢?这是正该奋斗的时候啊。 不过承宇转念一想,这两个C级杀手不一定能从圣山里出来,而且这两个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超凡者,再怎么奋斗,能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 承宇把注意力收了回来,他要留神的是那些疑似财团的高手,防止对方反水。 不过,承宇最终还是喊来了助手。 你伸手最好,跟着那两个人,看看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助手点头呢。 好的,我办事,你放心。 此时,任小苏和杨小锦已经来到另一座山腰上,确定不会被人看到后,任小苏说道。 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具现出狙击枪来,给你试试。 杨小锦摇摇头。 不要,给我了,你用什么? 我这具现的是两把,其中一把我自己还没法用。 任小苏解释道。 不得不说的是,当初选择复刻许贤处的能力,实在是太明智了。 影子不仅是任小苏的最大助力之一,而且它与宫殿的联动导致,任小苏每一次解锁武器都是双份。 这让任小苏有种占便宜的感觉。 说话间,任小苏已经从收纳空间里拿出了黑区来。 杨小锦接到怀中,心奇地打量着。 你的能力怎么这么奇怪,跟百宝相似的,花样层出不穷。 这把黑区有什么特点? 有效射程在两千六百米以上,换弹不需要手动,可选的子弹种类也很多。 还不用额外装硝烟器,我管它叫黑区。 不用装硝烟器就能没有枪火? 这叫黑区,还挺形象的。 很适合打黑枪用,很好。 杨小锦听着任小苏给他介绍黑区,说到换弹不需要手动和可以自动消炎,让他格外感兴趣。 然而就在杨小锦接过任小苏内感额外的黑区时,久违的宫殿忽然说话了。 检测到黑区与目标能力契合,是否赠予? 任小苏愣了一下。 首先他很高兴宫殿终于又说话了。 其次,宫殿今天额外的贴心,竟然可以直接把黑区赠送给杨小锦。 不过任小苏立马警惕了起来。 要知道,这抠宿的宫殿,以往连开辟一点收纳空间都是死要钱的模样,如今能有这么大方? 任小苏在脑海中问道。 有什么代价? 代价为,苏主接受为期七天的惩罚,惩罚随机。 惩罚随机,是又想闹什么幺蛾子吗?你直接告诉我惩罚不行吗? 眼瞅着七天之后才会进入圣山。 大概是宫殿也不想他真的出事,所以惩罚期限也刚刚好是七天。 所以这个结果不是不能接受。 可不知道惩罚是什么,就让任小苏有点忐忑。 鬼知道这宫殿想干什么呀? 看着杨小锦捧着黑区爱不释手的样子, 任小苏咬咬牙。 赠云。 却见杨小锦忽然皱起眉头了。 他原本的能力竟然不受控制的巨线出来, 而且变成了虚影。 慢慢的,那狙击的虚影与黑区合二为一。 宫殿竟是直接将黑区变成了杨小锦的能力。 第582集 最擅长的是 任小苏也愣住了。 之前许贤楚炫耀黑锅的时候就在想, 那口黑锅恐怕是自己无意中给的, 因为自己老是让人家背黑锅, 所以宫殿就补偿了一口黑锅。 但当时任小苏并不是很确定啊, 毕竟全世界也没谁能给别人增加超凡能力的吧。 而现在任小苏终于确定, 那口黑锅肯定是他给的了。 早先任小苏就觉得宫殿很神奇, 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超凡者的能力都要神奇。 别人都只有一两种能力, 迄今为止最厉害的也就是一个人拥有两种能力。 可任小苏不一样, 他现在拥有的能力, 多到他自己都觉得不正常。 复刻别人能力并且增强, 任小苏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怕。 当然,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向所有人隐瞒能力的原因。 这复刻的能力被人知道了, 会很危险。 现在, 他又发现自己可以赠予别人能力。 能够赠予超凡者能力, 就像是一种神明的恩赐一样, 仿佛在天生的阶层就比别人更高一些似的。 而且, 李深潭说无法催眠他。 在骆成一战的时候, 有超凡者想书写他的命运, 却遭到反噬。 好像很多超凡者面对他, 都会像是踢到铁板一样。 别的超凡者, 例如骆新宇开启暗影之门, 一天最多也就开启十多次。 而任小苏就像精神力永远不会枯竭似的, 可以随便开。 王从阳的蒸汽列车只有四间, 他却有十六间。 王从阳要知道这事, 怕是得气死。 这一切的一切, 都仿佛在告诉任小苏, 你不是一般人。 可颜六元的能力, 分明可以影响任小苏啊。 难道颜六元和他是同一阶层的? 任小苏有些疑惑。 然而来不及多想, 惩罚已经随之而来。 这时, 成宇派出的助手已经慢慢接近任小苏和杨小锦了。 他也没敢贸然靠近, 万一任小苏和杨小锦身藏不漏, 他靠近过去, 岂不是非常危险? 他就在另一座山腰上, 掏出望远镜, 摇摇地朝对面看去。 然而他当时就愣住了, 然后转身回到了营地。 成宇见助手回来了, 便好奇道,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了吗? 那助手犹豫了一会儿, 说道, 看是看到了, 可太诡异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成宇皱起眉头, 怎么, 很闲门吗? 对, 太邪门了, 他们两个人竟然在山腰上跳皮筋。 他想过助手可能会看到对方亲热的上面, 或者是两人密谋计划的上面, 很多可能性他都猜到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对方偷偷跑出营地, 竟然是跳皮筋去了。 成宇想象那个画面, 感觉有点辣眼睛。 当任小苏和杨小锦黑着脸从外面返回营地的时候, 总觉得成宇看他们的眼神有点奇怪。 任小苏和杨小锦两人回到营地之后, 都坐在大忽悠弄好的篝火前, 默默无语。 大忽悠想跟两人说点什么来着, 结果发现两人脸色不好, 就专心做饭了。 突然,杨小锦低声问道, 你这跳皮筋的技能, 也是从我身上复刻走的吧? 任小苏默然点头, 我抽取技能有随机性, 自己也不确定会抽到什么。 那你还从我这里复刻过什么技能? 其他的就没有了。 杨小锦好像松了口气似的, 结果任小苏马上接了一句话。 不过,我知道你还有唱儿歌这样的技能。 话音刚落,杨小锦嘴角抽动了一下, 她是真没想到, 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竟然就这么被任小苏给发现了。 但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突然要跳鼻筋? 任小苏看着面前的篝火麻木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任小苏以为, 这个宫殿所谓的惩罚, 大概是需要帮助什么人, 或者救谁谁谁。 以前宫殿任务不都这样吗? 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赠予完成的那一刻, 宫殿会让她跟杨小锦跳皮筋, 如果未完成, 就会扣除一点力量敏捷属性。 属性这玩意儿太重要了, 可以说老许现在能这么厉害的原因, 就是属性在支撑的。 于是, 任小苏和杨小锦就跳了半个小时的皮筋, 而且还是任小苏跳, 杨小锦和另一棵树当两边的柱子。 当然这也是成羽助手最不理解的地方, 就算是跳皮筋, 也应该是女孩去跳吧。 怎么她还看到是男的在跳啊? 成羽助手的偷窥丁梢, 当然逃不过任小苏和杨小锦的反侦查, 所以这就更让任小苏郁闷了。 在杨小锦面前丢点脸也就算了, 竟然还丢脸丢掉外人面前。 严守着惩罚任务还要持续七天时间, 任小苏都不确定, 这宫殿还要闹多少幺蛾子出来。 当然,今天也不全都是坏事, 起码杨小锦的能力再次进阶。 任小苏已经非常期待杨小锦未来的火力支援了, 毕竟以前单发不能连射都那么猛, 现在岂不是更加生猛了? 七天之后就要进入圣山, 大家实力有所提升确实是好事。 任小苏对一旁的大呼又问道, 我们离开这会儿, 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没啥特殊情况, 除了成语的助手跟着你们出去了一趟, 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地在营地里。 不过我发现啊, 八点位置那个年轻人, 还有九点位置的年轻女性, 恐怕是认识的, 虽然他们假装不认识, 但是这彼此之间有过眼神交流, 两个人可能同属一家财团。 任小苏用余光看去, 那个年轻人和女人, 赫然是自己觉得可能是超凡者的其中两人。 大呼又继续说道, 不过跟这么多人一起去圣山那种地方, 有人协作是很正常的, 毕竟得有信任的人轮流守夜才行,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里总共三十一人, 其中很有可能存在着五六祖势力, 真正的独行侠不毒。 在营地休息这段时间, 大呼又一直在观察所有人, 而其他人也在相互观察。 不过让大呼又松口气的是, 大家好像都对他这个向导不太感兴趣, 注意力主要是放在成语和其他几人身上。 而任小苏和杨小姐也没在这些人的重点观察范围内。 这时, 成语起身对大家说道, 虽然我们还没到圣山, 但这里也未必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晚上理应有人守夜。 各位, 我打算将大家分成两组, 一组守前半夜, 一组守后半夜。 如何? 这本是个很正常的要求, 结果竟然没一个相应, 大家都只是很平静地看着成语。 事实上, 这队伍里那些协同而来的人, 早就商量好了各自的守夜顺序, 这时候成语再也安排, 很有可能打乱他们原本的计划, 所以, 大家都不想接受成语的安排。 成语等了十多秒, 最终也只有两个人回应他, 其他人反而各自忙手头的事情, 甚至看都不看成语一眼了。 大呼又小声对任小苏说道, 这回应成语的人, 可能就是成语提前安排混在队伍里的安京寺人员, 负责侧应他的。 杨小锦点点头, 大呼又看着眼下这尴尬气氛, 继续说道, 安京寺想要把人都送进圣山里去恶心火种, 哼, 其实啊, 也没那么容易。 正说着, 大呼又愕然看到, 任小苏竟然起身走到了营地中间, 成语看向任小苏问道, 怎么, 有事吗? 看大家都挺心不在焉呢, 我给大家表演个才艺。 阿门阿谦有棵葡萄树, 阿门阿门绿地港发芽, 我扭背着那种种的壳芽,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任小苏, 大呼又和杨小锦当场都惊呆了, 这不是说守夜的事吗? 怎么还唱起来了? 唱完儿歌, 任小苏便面无表情地回到杨小锦身边坐下, 杨小锦低声问道, 所以, 唱儿歌的技能你也复刻了? 没有。 大呼又在一旁试图缓解气氛。 少帅的歌声, 那是十分虐耳啊。 行了, 别吹了。 任小苏都快崩溃了, 这宫殿到底要一天惩罚他多少次啊? 第583集, 混淆视线。 路上这段行程里, 大家都在根据别人的行为, 来判断对方的实力、性格。 在座的各位, 每几个人是真正的菜鸟, 论侦查判断能力都是一流的。 但大家忽然发现, 他们看不懂任小苏, 怎么看都看不懂。 不过, 这突发事件倒是给成鱼解了围, 刚刚气氛极度尴尬, 刚好让他掠过首页这个话题。 这时, 营地里那个被大呼有重点注意的年轻人笑道。 既然大家要一起进入圣山, 将来还会面临与火种公司的战斗, 不如他来说说自己擅长什么吧, 也好分配一下各自浓作的事情。 说完, 他第一个看的竟是任小苏, 年轻人笑道, 你最擅长什么呢? 任小苏美好气道, 唱儿歌。 任小苏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他已经预见, 在未来的六天半时间里, 一定还会有非常多的幺蛾子出现。 所以, 当那位年轻人问到大家最擅长的事情时, 他索性就说了唱儿歌。 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任小苏作为第一个回答, 主要是想试探一下任小苏, 之后就是想看看其他人怎么回答, 好对队伍里其他人有个深入了解。 可是, 问题到任小苏这里就断了, 后面的根本就问不下去。 年轻人有点尴尬地问大忽悠擅长什么, 有任小苏开了头说唱儿歌, 大忽悠就跟在后面说, 他擅长捏橡皮泥, 如果不是照顾大家正准备吃晚饭, 他还可以说擅长抠脚。 这问题也算是不了了之了, 成语坐回到自己的篝火那边, 随着摇曳的篝火看向任小苏。 他有些疑惑, 这少年到底是装傻充愣, 还是真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成语能肯定的是, 任小苏不傻, 毕竟傻子没法成为C级杀手啊。 他和周莹选那种直升A级在进入安京寺的流程不一样, 他成语可是踏踏实实做任务, 一点一点升起来的。 他很清楚, 一个傻子就算侥幸捡到了手机, 也不可能从D升到C。 不过想到助手说任小苏他们下午出去跳皮筋的事情, 成语的判断又有了一些不确定。 原本成语想在今晚对所有人进行一个排查来着, 现在也不了了之了。 任小苏这边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就独自出去抓了两只大兔子回来烤着吃。 他一开这个抓野味的头, 营地里好多人都出去抓猎物了。 出去的人太多, 也分不清到底谁是去抓猎物, 谁是借机会出去跟同伴密谋什么。 任小苏把肥瘦的兔子挂在树枝上, 一边抹蜂蜜, 一边对杨小锦说道。 笑吧, 不用憋着。 杨小锦抿嘴。 还挺好听的。 旁边大呼又说道。 我知道了, 少帅你一定是想混淆这些人的视线, 让他们看不清你的虚实, 所以才会突然装疯卖傻的, 对吧? 装狗蛋呀。 任小苏黑之灵, 把挂着兔子的树枝递到了大呼又手里。 我想静静。 当天晚上, 大呼又商量说自己要守夜, 自己精力还不错, 能守得住。 结果任小苏不同意。 后来大呼又说跟任小苏轮流, 一个前半夜, 一个后半夜, 杨小锦就不用守夜了。 毕竟女孩子嘛, 出门在外, 本就该受到照顾。 结果杨小锦也不同意了。 在他看来, 身处一个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应该尽自己那份力, 这时候没什么男性女性, 有的只是队友同伴。 后来折中了一下, 今天是任小苏和大呼又一人守半夜, 明天则是任小苏和杨小锦一人守半夜。 大后天则是杨小锦和大呼又方哨, 轮流来。 这样一来, 三个小团体当中, 始终有一个人是当天精力最充沛的。 好应对突发事件。 晚上, 任小苏守前半夜的时候还注意观察了一下。 果然如大呼又所说, 这些看似独行的高手们, 就像是早就有分工一样, 各自都有守夜的人。 白天的时候, 任小苏还心想, 这里面会不会有些真正的独行杀手? 结果这会儿发现, 一个都没有啊。 之前任小苏还担心, 虽然安京寺分好几路进圣山, 可这些人加起来, 也未必能对活种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吧。 可现在看来, 这些财团恐怕针对001号实验体的事情上心了。 长生吗? 任小苏从来没有想过长生这样的事情, 总感觉对某些人来说, 活太久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如果猫不快乐, 那么猫有九条命, 也是一种悲哀。 任小苏并不觉得那些身居高位者手里握着权力, 会多么幸福。 今晚任小苏守前半夜, 这一次, 他守在杨小锦丈夫前面, 杨小锦依然把手枪放在随手可拿的地方, 只是他的呼吸更加均匀, 睡得也更加踏实了。 任小苏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杨小锦, 这个姑娘, 也是因为以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他会戒备心那么重吧。 如果队长杨小锦现在与以前的状态来看, 其实他连洛新宇都没办法完全信任。 毕竟当初在镜山里, 洛新宇就在他旁边, 可那时候任小苏分明观察到, 这姑娘从没真的睡踏实过。 就在此时, 之前问任小苏最擅长什么的年轻人 起身往山野里走去, 可能是去上厕所了。 本来任小苏没把这事放心上, 可宫殿的一句话, 突然改变了任小苏的表情。 任小苏面色铁青下来, 端坐在帐篷门口。 等年轻人十多分钟后回到营地, 任小苏抬头问道,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是不是你酿手伤了? 神经病吧。 年轻人恼羞成怒,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没酿手伤过吗? 任小苏感慨, 看着反应竟然还真被自己说中了, 可他真的不想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啊, 是宫殿让他问的。 而且, 这次任务之后, 宫殿忽然又补充说道, 因三次完美完成惩罚任务, 所以开启支线剧情。 若七天内, 每个任务的完成程度都是完美级, 即可获得新的技能奖励。 任小苏当场就愣住, 连那个年轻人后面说了什么都没有听到。 所以, 今天三次惩罚任务, 自己全都是完美完成之后, 就开启了新直线, 还有新的技能可拿。 提到新技能这种事情, 任小苏可就太激动了。 要知道宫殿给的东西, 就算是土豆射手这种粮食作物, 在关键时刻都能派上用场。 任小苏是个很务实的人, 只要能有新技能, 丢点脸怕什么。 就在此时, 任小苏听到身后山岩里, 有什么东西踩他腹叶的声响。 可是当他回头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看见。 任小苏数了一下营地里的人数, 明明所有人都在这里了, 那刚才的声响是谁传出来的? 他回忆起净山里的遭遇, 那时候他们也遇到过很多诡异的事情。 这营地外的响动不光惊动了任小苏, 很多正在睡觉的人也忽然睁开了眼睛。 这里的人, 似乎每一个都不简单。 杨小锦低声问道, 有滴血? 任小苏摇摇头, 你放心睡,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他也不再是镜山里那个, 懵懂无知的少年了。 营地里许多人都从撞篷里钻了出来, 起身查看发生了什么。 承宇看向首页的任小苏, 因为任小苏距离刚才发出声响的地方最近, 所以他便直接问道, 刚刚有什么发现没? 是咱们营地的人吗? 任小苏解释道, 不是, 队伍里所有人都在营地, 我听起来像是脚步声, 但很轻盈。 如果真是有人靠近的话, 那得是个孩子吧。 承宇身旁的助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大半夜的荒郊野岭, 哪来的小孩子呀? 我就是做个比喻。 任小苏环顾所有人, 发现大家都眉头紧锁比较担心的样子。 他忽然说道, 看你们这么紧张, 不如我表演个才艺? 不用, 谢谢, 晚安。 承宇转身就回了帐篷, 与其在这里疑神疑鬼地听任小苏表演才艺, 那还不如回去睡觉。 任小苏惋惜地砸吧砸吧嘴, 这次并不是宫殿发布任务, 而是他自己的热情。 第584集 再歌再舞 毕竟想要在这七天完成完美级惩罚任务, 那自己就要用一副新的精神面貌去面对这些惩罚, 与其被动接受, 不如主动出击一切为了新的技能。 这时, 大忽悠也睡醒凑到任小苏身边去了。 确认刚才那声响, 是脚步声吗? 刚刚大忽悠还胆子特别大的, 去山野里溜达了一圈, 结果一个脚印都没发现, 这就很奇怪了。 就算对方脚步再轻盈, 总得留下点痕迹吧。 确定, 是有极道的靠近。 你之前也说过, 那圣山的边移范围在不断扩大, 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接近那个范围了, 而且, 里面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也很正常。 总之, 小心无大错。 行, 你去睡吧, 盖我守夜了。 有事随时喊我。 这会儿, 大家似乎未免自己出现意外, 连厕所都不去上了, 好几个人打算硬生生憋到天亮来着。 虽然大家都是杀过人见过血的高手, 但面对圣山这样诡异的存在, 终究还是心里存了一丝畏惧。 大忽悠这边坐在篝火旁边思考问题, 还留意着风吹草动, 可直到天色微亮, 都没再有什么异常。 然后, 大忽悠就看到任小素轻手轻脚地钻出帐篷, 他刚打算跟任小素打招呼, 却见任小素竖起食指放在嘴上, 大忽悠大忽悠搭起精神来, 他也不确定要干什么。 天空还是灰蒙蒙的, 大忽悠看着任小素悄无声息地拿出一把手枪来, 还默默地给弹夹里压上子弹。 少帅这是要对谁动手了吗? 想到这里, 大忽悠身上的肌肉一下子紧绷起来, 准备随时侧应任小素。 他也不管任小素为什么要突然动手, 反正自己人打谁, 自己跟着去打就完事了, 没什么道理好讲的。 下一刻, 任小素突然对天空开了三枪, 然后大喊, 起床了, 天亮了。 等等, 少帅你平时就这么叫人起床的, 这是个什么自禄啊? 别说大忽悠, 就连被任小素惊醒的成语, 脑子也是蒙蒙的。 他看着任小素笑眯眯的表情, 心想, 你是不是有病? 而任小素则在脑海中问宫殿, 这次叫所有人起床的任务, 完成程度是什么? 成功叫醒十七人, 完成度为完美级。 能说说那个新技能是干什么用的吗? 无权限回答。 大概说说是哪个方向的技能也不行吗? 任小素不乐意了, 可宫殿没有再理会他。 这时, 成语黑着脸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现在才早上六点钟。 任小素弯腰取功。 对不起, 看错时间了。 成语有一口槽, 突然被憋着吐不出来, 心口憋得有些发毒。 任小素再次鞠躬。 下次不会了。 说完, 他就回帐篷睡觉去了。 可是, 他能睡着, 其他人却睡不着了。 连杨小锦都没好气地钻出帐篷, 不过他也没责怪任小素, 因为他猜到, 任小素这大概是因为将黑鞠赠予了自己, 然后需要接受某种惩罚。 具体的事情, 任小素并没有给他说, 但任小素发神经的时间, 刚好是自己接受黑鞠的时候, 所以他明白, 这应该就是自己接受了黑鞠的代价吧。 成语有点无奈, 自己这是做了什么孽呀? 当初安京寺安排他带另外一队的, 可他觉得这一队进入圣山时间最晚, 所以专门挑选了这一队, 可结果一点都不美好。 早上八点的时候, 任小素精神奕奕地钻出帐篷, 当他出帐篷的时候,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 任小素笑道, 你们看起来有点憔悴啊。 成语心说, 你这不废话吗? 本来大半夜的, 大家就被莫名其妙地冻结给吵醒了, 还没睡熟呢, 又被你开枪吓醒, 这要是能精神才有鬼了。 他也不在搭理人小素, 而是转头问大忽悠。 接下来怎么走? 朝东北方向前进, 翻过前面那座山头, 就到了武寨山地界了。 你当初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 因为大家说圣山里面的东西值钱呢, 能找到齐化溢草都可以卖出高价, 这黑市里就有收齐化溢草的人, 给的价钱老高了。 成语这才不再追问什么, 那黑市里收齐化溢草的人都是财团眼线, 平常人要那些齐化溢草也没什么用, 只有财团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用来研究。 成语看了一眼手机, 对其他人说道, 出发吧, 所有人都提高警惕, 走武寨山神池山这条线的, 只有我们这一队人吧, 如果出现意外了, 连可以呼叫的增援都没有。 说着, 成语起身朝东北方向走去, 身后还时不时伴随着任小素的歌声。 起初任小素唱歌还没人搭理他, 可那歌声太魔性了, 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 搞得队伍里其他人走着走着, 也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 看着远处的武寨山, 成语内心忽然有点惆怅, 明明是很紧张的气氛, 夜里还有不明生物靠近营地。 结果这一路上, 怎么有种再歌再舞出来春游的感觉了? 自己到底是干嘛来了呀? 为了避免被火种公司发现, 大护佑指的路是最偏僻 以最不好走的地方。 队伍里一开始还有人不满地指责大护佑。 你到底有没有来过圣山外卫? 我怎么感觉你也不扔路呢? 那你们可以让我走啊, 我只管把你们带到圣山外围就好了, 你管我带的那条路呢? 而且, 我这走的是最安全的路, 你们都是高手, 有些还是超凡者。 如果遇到火种公司, 你们大可以直接跑掉嘛。 但我怎么跑啊? 我可不想撞见他们。 记住, 程宇对这个非常硬气的向导也有些不满, 可当他发现, 这一路上还真没遇到火种的劫杀, 这才开始认可大护佑这位向导。 而任小苏和杨小锦当下的人设就是C级杀手, 普通人。 所以在翻山越岭过程中, 俩人还得和大护佑一起装出很疲惫的模样。 毕竟这条路走起来, 就算是有些超凡者也有点费劲, 更何况他们是普通人。 队伍里一些人看着任小苏累个半死, 心中暗笑起来, 甚至有人希望他能够掉队才好。 最希望任小苏掉队的肯定就是程宇了。 他看着任小苏气喘吁吁, 快要走不动的样子, 于是说道, 要不你们两个返程吧, 这里本就不该是C级杀手来的地方。 你看别的C级杀手, 谁会跑这儿来找死呢? 在场的就你们两个是C级吧。 结果这时候, 早先问任小苏最擅长什么的年轻人举手笑道。 我也是C级。 程宇有点不高兴地撇了那个年轻人一眼, 只见那年轻人翻山越岭, 根本连大气都不喘的, 肯定是超凡者无疑了。 你一个超凡者过来凑什么热闹, 把这两人劝退了, 还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吗? 程宇无视了那个年轻人的话, 而是继续劝退任小苏。 我们的行程这才刚刚开始, 六天之后进入圣山恐怕更是危险重重。 你也别觉得我说话难听, 这确实是为了你好。 现在你还能勉强跟上队伍, 若是到了圣山你突然掉队, 到时候你在那个危险环境里, 该怎么存活? 眼瞅着任小苏突然陷入了沉思的模样, 程宇内心一喜, 他真的是受够了这货的儿个, 若是能把这个货劝退, 那简直是这次行动里的天大喜事。 这一上午, 任小苏给他唱得脑瓜子嗡嗡直响, 程宇语重心长脑。 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体力…… 我没事, 其实我也有超凡能力的。 程宇愣了一下。 你也是超凡者?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超凡者, 但只要别人给我唱儿歌, 我就能立刻恢复体力。 任小苏内心冷笑。 竟然还想劝退我? 那好,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也是超凡者。 第五百八十五集 奇怪的超凡者 程宇都无语了。 在这骗谁呢? 而且谁嫌这没事给你唱儿歌?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任小苏腾得一下站着了身子, 气儿也不喘了, 登登登的爬山爬出去老远, 把成语都给看蒙了。 在寻思着, 难怪这货要他们有搭档啊, 合着不光自己唱儿歌, 还得让别人给你唱。 你俩这搭档解释绝了呀。 不过成语也在心中暗想, 这货恐怕本来就是个超凡者吧, 之前也都是装出来的? 也是, 哪有几个真的C级 会闲着没事来这里送死啊? 所以任小苏本身就是超凡者的这个概率很大。 可谁家超凡者像你这样? 你超凡者就超凡者呗, 唱儿歌算怎么回事? 就算你是超凡者, 也是个不太正常的超凡者。 路上任小苏低声问身旁的杨小琪, 我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很丢人啊? 其实任小苏自己都觉得有点丢人, 明明挺正常一人, 还得天天唱儿歌。 可这任务不能不做, 既然做, 那就当然得弄出个完美出来。 任小苏别的倒不太担心, 主要还是担心杨小锦对她的印象变差。 结果杨小锦嘴角微微翘起。 还挺可爱的。 是吗? 是因为把黑鞠给我, 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吧? 嗯, 七天时间? 这是把黑鞠给你的代价。 杨小锦忽然郑重其事地说道。 谢谢。 他觉得, 任小苏如今已经算是一个很强大的超凡者了, 对方在把黑鞠给自己之前, 肯定也知道会有代价, 但对方还是给了。 这世上大多数的感情都是口说无凭的, 成年人的感情更像是一场克制的交易。 没谁真的会在掏心掏心掏肺为别人做什么。 有人说喜欢是放肆, 爱是克制, 但杨小锦忽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 其实爱是放肆, 喜欢才是克制。 少年人不懂什么是克制, 不懂什么是自保, 所以才能放肆的爱义无反顾, 不遗余力。 而大人则不一样, 他们喜欢别人, 如果得不到回应就会离开。 我靠近你, 你退一步我就会转身离去。 这种时时刻刻都在克制自己的感情, 没法变成爱情。 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爱情的, 只有克制的喜欢。 现在, 杨小锦看着对方因为赠予自己的能力, 而不得不放下自尊心去装风卖上, 他会有点后悔接受了内感黑居, 也会感受到对方的那份心意。 杨小锦说道, 以后你唱, 我就陪你唱, 你干什么我都陪你去。 任小素突然觉得, 自己唱儿歌好像也不是那么丢脸了。 当天晚上宿营, 成语带着麻木的表情看着营地里的其他人。 不知是受任小素和杨小锦的影响还是怎么的, 今天晚上竟然有人提议搞个联谊活动。 眼瞅着营地里热热闹闹地表演各自才艺, 成语身旁的助手都有点蠢蠢欲动了。 成语对助手问道, 你要表演什么? 我会吹口事。 你要是去表演才艺, 这个月的工资就扣完。 助手有点不甘心地说道, 行吧。 其他三名助手也瞬间打消了表演才艺的念头。 任小素临睡前给杨小锦提醒, 守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营地外的情况, 昨天晚上的脚步声是确确实实出现过的, 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听错, 如果有事你就直接开枪, 枪声会喊醒所有人。 嗯, 你有没有感觉, 现在很像我们当时在静山的时候? 任小素愣了一下, 还是互相守夜, 不过这次我们的关系…… 杨小锦打断道。 我是说一样的诡异, 根本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哦, 你说这个呀, 我想, 这里比静山出现变化的时间更早, 也许更危险才对。 险胜之地, 整个壁垒联盟里, 也不过这两处险胜之地, 可既然确实说是因为有神明在此诞生, 那为何我们从未见过神明? 或许, 是我们见了也没认出来吧, 不过我觉得只是包不住火的, 真像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嗯, 你去睡吧。 当天夜里, 所有人都没睡踏实, 包括任小宿。 大家都在猜测,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 那对方迟早都会动手的吧。 表面上大家看起来谁也不慌, 有人在联谊的时候问对方怕不怕, 结果大家都说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怕。 可入夜的时候, 大家就全都不喝水了, 生怕晚上还得出营地上厕所。 所以, 这天夜里, 所有人都等着那诡异的生灵靠近, 不管是守夜的还是不守夜的, 都在等。 然而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依然什么都没发生。 这时候, 大家还是睡不踏实, 因为担心自己刚睡着, 任小宿就又犯神经喊所有人起床。 所以, 成宇心想等任小宿开枪叫醒大家之后, 自己再好好睡。 就这么等着等着, 天都亮了, 任小宿也没什么动静。 成宇顶着两个黑眼圈从帐篷里钻出来, 他感觉这次带队体验极差。 正当大家起床洗漱的时候, 却见成宇脸色沉重地来到营地中间, 说道, 另一支队伍已经出事了。 此话一出, 刷的一下, 所有人目光都转向了成宇, 有人问道, 怎么回事? 全家覆没了吗? 不是, 说是夜里有不明生物袭击了外出上厕所的人, 只有一个人死亡。 大家也是早上才出去寻找他, 刚刚找到他的尸体, 内脏被掏空了。 看的是什么东西所为的吗? 只吃了内脏, 是不是腐蚀里的动物? 任小宿听到这里便皱进眉头。 这大概是很多人对腐蚀类动物的误解。 事实上, 大多数荒野上的食肉类动物, 都是优先吃掉猎物内脏的。 因为内脏的营养含量高, 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东西, 也好消化。 他们通常会吃完内脏, 再去吃肉。 所以, 光凭对方喜欢吃什么, 是没法确定对方种类的。 杨小锦看向任小宿, 他知道这群人里, 恐怕还是任小宿对荒野最了解。 能推断出什么吗? 很难。 任小宿说着又看向成语。 在哪儿找到的? 附近有没有脚印或者粪便? 伤口的边缘是什么形状? 我这边接收到的信息很有限, 我只知道他是在营地外几十米的地方被找到的。 没有人听到他的呼救声, 伯耿上有牙印, 被偷袭后瞬间陷入昏厥。 任小宿低声对杨小锦和大呼又说道, 看不到对方的牙印, 也不知道对方吃了多少内脏, 只能简单地猜测对方可能是毒性的生物, 并且并不是太饿, 不然他应该会把尸体拖走藏起来, 藏到类似山洞或者树上守着, 看样子是非常强大的生物, 在荒野上没什么天敌, 不惧人多, 有耐心, 会偷袭。 就算推断这些, 仍旧没法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 大呼又慌张地对成语说道, 要不咱们回头吧, 这么危险, 你们还去干嘛呀? 任小宿撇了撇嘴, 大呼又又开始演戏了, 却听成语说道, 你既然收了钱, 就别老在我这儿打什么退堂鼓。 带好你的路就行, 我们今天不再前进, 那个出事的队伍与我们相聚只有五十多公里, 现在上面要求我们合并前进。 安京寺似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检员的事情, 所以干脆把两个队伍合并了, 以免分散力量。 当天下午, 坐在营地里无所事事的众人忽然听到有脚步声。 所有人都站起身来望向声音来出, 一个大扫门一边走, 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 还有多久才能和另外一个队伍会合呀, 我说你们安京寺也太怂了吧, 这才死了一个人, 就赶紧合命队伍, 非要累死我们才行吗。 第五百八十六集, 宣宾夺主 另一个声音冰冷道, 罗老板, 您要不想进圣山可以退出啊。 退出? 我凭什么退出啊? 我是你们的C级杀手啊, 你们给我发短信叫我去集结, 现在让我退出, 不行。 你一个普通人来凑什么热闹啊? 安京寺的人声音越发地不高兴了。 任小肃听到罗兰的声音, 一瞬间就忍不住想要五脸了, 他没想到这合并来的队伍里, 竟然还有罗兰和周琪? 而且, 别人也都不知道罗兰已经是超凡者了, 看罗兰这气喘吁吁的样子, 还是在装普通人的样子。 安京寺带队的人任小肃没见过, 他看向杨小琪, 杨小琪也摇摇头。 等这对人从荒野树林中走出来, 所有人第一时间映入眼帘的, 就是罗兰的壮硕的身体。 不过任小肃发现, 以前的罗兰是肥胖, 而现在罗兰身上结实了许多, 竟隐隐有种标形大汉的感觉了。 这让任小肃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 罗兰看到任小肃的时候, 当场就愣了一下, 不过他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移开眼神, 丝毫没有跟任小肃打招呼的意思。 任小肃笑了, 罗胖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机制呀。 也不等安京寺的人说话, 罗兰便开始招呼身后的人说道, 行了,终于到了, 大家赶紧坐下休息休息。 他身后安京寺的人一脸无奈。 这一路上, 罗兰竟然宣宾夺主, 俨然一副领队的模样。 气场完全盖过了所有人。 这次行动, 安京寺肯定是想占据主导的。 如何破坏火种公司计划, 如何夺取001号实验体, 如何施行自己的后续计划, 都必须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可罗兰大摇大摆地过来, 自称是C级杀手, 负责带罗兰这一队的宋乔, 就跟吃了苍蝇似的, 恶心坏了。 宋乔跟成宇一样, 也有助手, 不过他的助手都混杂在队伍里面, 隐藏着身份, 用来关键的时刻左右大家的决定。 比如当他准备做出某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这些助手就会率先响应, 然后给其他人造成一种 很多人支持他的错觉。 人都有从众心理, 宋乔也计划得很好, 但他万万没想到会遇见罗兰。 之前宋乔接到命令说, 他们这一队要提前一天出发, 结果罗兰不愿意, 直接请队里所有人去黑市里大宝剑去了。 去圣山, 哪有大宝剑有意思呀? 队伍里那些混杂的财团成员, 也乐得看安京寺笑话。 虽然这次大家的目标都是针对火主, 可以往安京寺也给大家造成了不少麻烦呀。 所以安京寺有麻烦, 大家也喜闻乐见。 宋乔很想教训一下罗兰, 甚至他还跟安京寺请示, 是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罗兰? 现在罗兰身边可没有记者呀。 结果安京寺否定了这个想法, 并表示还没有到解决罗兰的时候。 不过安京寺那边也回复, 教训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宋乔听了心中一喜, 刚想对罗兰下手呢, 罗兰却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 直接说道, 你不怕我弟派人追杀你吗? 其他人也就算了, 现在我记住了你的长相, 只要我今天不死, 明天你就等着我弟追杀吧。 宋乔当时脸就黑了, 这张口闭口都是庆史之主派人追杀, 他宋乔真能扛中? 而且就算他杀了罗兰, 这里还有这么多各大财团的人呢, 他宋乔总不能杀所有人灭口吧? 当然, 罗兰也就是仗着这一点, 才会明目张胆地耍横。 若是在被杀也没人知道的环境, 罗兰跑得比谁都快。 这货就像是人格分裂一样, 安全的时候嚣张跋扈, 不安全的时候立马认怂, 前后判若良人。 其实宋乔某一刻觉得, 这次行动真的很失败。 他们明明是躲在暗处的杀手, 躲在暗处才有力, 这下为了火种公司, 把好几名安京寺成员都暴露在了名处。 这当然也是成宇最不开心的地方, 成宇也暗自想过。 这次行动, 感觉不符合那位安京寺之主的性格呀, 对方每次都谋定而后动, 怎么这次却显得有些莽撞? 难道后面还有什么计划是他们不知道的? 此时, 罗兰大大咧咧地坐到了成宇那堆篝火旁边, 然后对成宇亲切笑道,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怎么都站着呀, 不用这么拘谨。 成宇脸色顿时就黑了, 这怎么搞得像是领导视察似的, 你这也太熟练了吧。 他刚想说点什么, 却见宋乔苦着脸色对他摇摇头, 暗示他别招惹这祸。 成宇想了想, 最终还是叹息一声坐到了篝火旁边。 远处看到这一幕的人小素顿时乐了, 这罗胖子还真是到哪儿都能搞事啊。 杨小锦衣疑惑道, 他怎么来了, 他一个普通人来这里探浑水, 难道庆室也有什么目的? 任小素低声解释道, 他觉醒了, 现在也是个超凡者, 我看罗胖子来这里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来胡搅蛮缠的。 庆室那边既讨厌火种, 又讨厌安京寺, 这次有一下就恶心两家的机会, 他们肯定不会错过, 而且罗兰总是说要为庆诊争取时间,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水头搅混, 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明白了。 杨小锦点头, 以前他也不喜欢罗兰和庆诊这两兄弟, 不过现在这俩人和任小素是好朋友, 他也慢慢没那么讨厌这两个人了, 反倒听了任小素讲的一些事情后, 觉得罗兰和庆诊还挺仗义的。 其实, 来的路上罗兰也很慌, 毕竟是深入火种公司的机密要地, 就他和周琦两人接班, 就算他也是超凡者, 也一样很慌。 万一圣山里的东西太恐怖了怎么办? 万一有人背后下黑手怎么办? 这都是罗兰担心的事情。 不过, 当他来到这里看到任小素的瞬间, 心中只有两个字, 吻了。 罗兰可是从任小素最弱的时候, 一路见证对方如何变成催程达人的。 这样选手跑到圣山了, 他还担心什么? 于是, 罗兰就更加嚣张跋扈了, 有人罩着呀, 这里谁能把他怎么样? 罗兰这边, 周琦也是大大咧咧的坐在篝火旁边, 拿了篝火上烤着的东西就吃, 罗兰则一边烤火取暖, 一边对承宇说道。 说说你们这边的情况吧。 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 刚才他就忍不住了, 要不是宋桥给他试眼色, 他早就开骂了。 你罗兰一个普通人, 凭什么来这圣山啊? 罗兰认真看着成云, 你不怕我弟弟派人追杀你吗? 宋桥在一旁满脸的晦气, 他发现罗胖子就会这一句啊, 但别说, 这句话还真好使。 罗兰来到中原以后, 先去周氏, 再去孔氏, 最后连王氏都去了, 结果天天搞事情还屁是没有, 不正是因为庆诊还在西南, 虎视眈眈地眺望着中原吗? 承宇面色阴晴不定了半天, 队中说道。 我这边总共33个人, 没有检员, 不过之前夜里碰到有生物在靠近营地, 但并没有对营地做什么。 还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比较异常的人混在队伍里? 你不就是那个混在队伍里比较异常的人吗? 他仔细回想了半天, 突然说道, 还真有一个 说着, 承宇给罗兰指了指任小素。 这货非常诡异, 去圣山的路上, 不仅和同伴跳皮筋, 还喜欢唱儿歌。 罗兰不动声色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这个回答, 着实有点出乎意料啊, 小素兄弟竟然还有这个癖好, 不过他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 而是魂不在意地说道。 你有没有认真回忆啊, 这算什么异常啊? 虽然罗兰假装不认识任小素, 但还是忍不住要维护一下, 任小素再怪皮, 那也是任小素的事情, 哪能让外人说三道四呀? 这还不算异常吗? 这去往圣山的路上危险重重, 唱儿歌算怎么回事? 还有, 大老爷们儿谁跳皮筋啊? 我跳, 怎么了? 第587集, 不太好猜啊。 在某一刻, 连周琪都感叹罗兰确实仗义, 眼瞅着罗兰为了维护任小素, 竟然连脸都不要了, 说自己也跳皮筋。 成语他们的篝火旁边, 陷入了死一般的记性, 压根没人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你这是诚心来抬杠的吗? 不过, 罗兰犯魂那是早就名扬天下的事情了, 现在猛然一听, 顿时有种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的感觉, 这真是魂哪。 罗兰转移话题说道, 听说你们安静寺之前去截杀火种公司的车队去了, 什么, 没有成功吗? 还让他们逃回了圣山里面, 你们不行啊。 罗兰他手里拿着的手机, 不过也是C级, 所以得到的信息并没有那么多。 提起这茬来, 成语总算松了口气, 终于来了个可以聊的话题了。 谁说我们不行了? 那车队不是全军覆没了吗? 不是我们失败了, 而是火种公司那支车队, 本就没有装在001号实验体, 是用来混淆试听的。 罗兰黑黑笑了起来, 你都把情报卖出来了, 还在这儿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车队里的火种公司成员是你们杀的吗? 要知道, 这成语早就把情报给卖了个高价, 如今黑市几乎人尽皆知, 前一段还好多人拿着这情报碰瓷来着, 所以, 人根本就不是安静色所杀呀。 至于团灭火种的是谁, 罗兰心中也早有猜测, 一个能压制五人的狙击手, 一个能正面硬刚T5级别的高手, 天底下这种组合真是太少见了。 但偏偏很巧, 在场的就有这么一个组合。 很多人都以为罗兰很彪, 很忙, 没脑子, 可财团的大人物们都知道, 罗兰这人胆大心细, 脑子也好使。 所以罗兰能够猜到任小苏和杨小姐,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成语被罗兰噎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我安静寺的人呢? 安静寺成员之间彼此不认识也很正常, 若他们不是安静寺的人, 为何会对火种出手呢? 此时, 成语并不知道, 那两位把他们五个打成五只小鹌鹑的搭档, 就在这营地里。 罗兰听了这话, 反而陷入沉思。 是啊, 任小苏和杨小姐为什么会蹚这浑水呢? 她可是知道, 甭管任小苏卷进过多少势力, 但这货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拙, 为啥会来圣山呢? 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问成语, 我得到情报, 说那个白色面具, 见面就秒杀了替我, 这是真的吗? 成语沉默了半声, 叹息道。 是真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亲眼目睹, 也会感慨对方跟我们大概不是同一类超凡者。 超凡者都自命不凡, 但面对那么大的实力差距, 成语也只能老老实实承认对方的厉害之处。 那他们是不是也来圣山了? 我猜应该会来吧, 照之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应该是奔着001号实验体去的, 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没道理不来。 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可能就混在某个队伍当中, 不过我跟安京寺的其他人确认过, 队内没谁见到杯子狙击枪, 这就很奇怪了, 也许他们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和谁携伴同行了吧。 人小苏和杨小锦当然还没强大到那个地步, 他俩正在营地里等着浑水摸鱼呢。 这时, 罗兰起身大手一挥。 好了, 事不宜迟, 已经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 我们这就继续出发。 话音刚落, 营地里的其他人都起身开始收拾东西。 成语愕然地看向罗兰, 对方竟如此自然地夺过了他的指挥权呢。 罗兰看向宋乔。 那个导游啊, 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走? 宋乔整个人都不好了。 谁导游啊, 谁是导游啊, 你真当自己是来旅游的。 他心中咬牙切实, 心说你这胖子不知好歹, 飞要往圣山里闯, 老子倒是要看看, 你进去之后能不能活着出来。 正好, 如果罗胖子被活种公司杀了, 那就让庆诊尽情地找活种公司报复。 也算是帮安京寺解决了一个宿敌。 就在所有人收拾东西的时候, 没人注意到一个年轻人弯腰, 在身旁的一棵树上, 悄然地刻下了一个圆圈。 这货正是之前问人小宿最擅长什么的年轻人, 也是孔氏当下如日中天, 有望接手整个情报系统的王运。 自打目睹上司孔尔东的死亡之后, 王运便领着任务离开了孔氏, 任由另外两个竞争对手去争夺情报系统负责人的职位, 俨然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两名对手见他这种事后离开孔氏都开心得不行, 甚至还给他加派了不少人手并亲自送行, 祝他圣山一行顺顺利利。 走的时候, 王运内心冷笑, 孔氏那位当家做主的孔东海可不是好糊弄的人, 这情报系统负责人的职位绝对不会那么快就定下来, 孔东海会观察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 自己挟着巨大的功劳回孔氏, 恐怕自己那两位竞争对手想哭都来不及。 王运刻好圆圈后, 便若无其事地跟上了队伍。 等着六十多人的队伍离开一段时间后, 带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忽然来到了王运刻字的地方。 王运本就是任小苏的重点观察对象, 之前他表面是在收拾东西, 其实注意力一直都在王运他们几个人身上。 任小苏放出老许, 原本是想在营地外围寻找那个夜晚的不速之客, 现在刚好查看一下王运做了什么记号。 却见树根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圆圈, 再也没有其他的信息了。 任小苏有些疑惑, 圆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这连线索都没有, 不太好猜啊。 任小苏想了好半天, 最终决定不管那么多, 先把这记号破坏了再说吧。 反正这年轻人敌友不明, 自己随手干涉一下对方的计划, 说不定无心插柳了呢。 想到这里, 任小苏控制着老许在圆圈里随手画了个叉, 然后便匆匆赶往队伍最前面侦查道路。 经历过许多突发灾难之后, 任小苏现在行走荒野, 已经习惯用老许开路了。 这种习惯, 是实打实付出过代价, 才换来的觉悟。 曾经任小苏在壁垒里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壁垒里有些流浪猫和流浪狗, 竟然会走人行道? 但深思起来, 你也不知道, 他们曾付过多大的代价才学会的。 就在老许也离开了苏营地点之后两个小时, 山野之中, 忽然有全副武装的作战人员进入营地范围。 作战头盔里的通讯频道中, 有人指挥道。 不妨, 13点方向, 填补火力, 队形收缩, 检查营地, 寻找长官留下的记号。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这两百多人就完成了附近方圆数百米的布谷。 有人组织起火力封锁线, 有人则作为机动部队, 随时准备火力支援。 这两百多人在孔市市有名堂的, 名声赫赫。 孔市情报部门分一二三处, 一处负责队内, 二处负责队外, 三处则是负责攻坚克难打硬仗。 例如将某人从别的地盘上接出来, 就是三处干的活。 最早的时候, 王运就是在三处, 这两百多个手下当时就已经在跟着他了。 后来得到孔二东赏识, 调到了二处负责财团内部监察, 他也把这些人给慢慢调了过去, 结果这二百多人在孔市内部, 渐渐得了个锦衣卫的外号。 等到王运坐上二处处长位置后, 这二百多人全部作为他的嫡系带去了二处。 可以说, 这些年王运能一路高升, 也有这些人的功劳, 每个士兵都能争善战, 个体能力极强。 别看这些人仍旧是士兵身份, 但级别和公司待遇都非常高。 偶尔王运负责暗杀目标后, 目标留下的钱财, 也会一点不留地分给所有人。 这一次, 王运对圣山之行极为重视, 所以只带了自己的嫡系, 以免外人给他添毒。 此时, 两百多人已经将任小宿他们之前待过的营地完全控制住了。 而这锦衣卫的主官则在营地里, 等待着手下的士兵寻找王运的记号。 他们都是王运的嫡系, 也是孔氏情报系统里外秦部门最精悍的尖兵。 以往, 执行斩首渗透等任务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次王运突然在关键时刻带着他们离开孔氏, 让兄弟们都有点不紧。 难道王运长官是要主动放弃情报主官的职位了? 结果王运把他的计划解释了一下, 大家才明白。 原来王运是早就做好了打算, 想要邪功上位。 第五百八十八级, 有备而来的王运。 这时, 通讯频道里有人说道, 报告, 找到王运长官留下的记号了。 这锦衣卫主官走了过去, 确认是王运长官的记号吗? 是的, 树根下面还挖出了一枚子弹。 不光是树上的记号, 还有地下埋的子弹, 也算是一种双重验证的手段, 以免和其他人的记号搞混。 锦衣卫的主官走到树旁, 只是他刚看到树上的记号就愣住了。 圆圈里画插号, 王运长官这是让我们撤退? 主官有点疑惑。 难道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 不是和我们出手了吗? 一名手下也分析道, 也可能是王运长官觉得我们只是普通人, 不能再继续深入了, 都说圣山有古怪, 很凶险。 没法确定王运长官的意图, 但他每次做事都很有把握, 既然他让我们撤退, 那就撤吧。 咱们推到黑市一北四十公里的地方驻扎, 收队。 说完, 这支作战部队就如同潮水一般迅速退去了, 迅疾而有序。 此时走在队伍里的王运嘴角含笑, 这次他可是有备而来的。 成语问宋乔。 那个被袭击的人是谁? 宋乔摇摇头。 不知道, 但肯定是财团的人, 应该是队伍里某个超凡者的协助者。 他出营地应该也不是去上厕所, 而是对外传递消息去了, 却没想到会遭遇不测。 据说事发地点离营地很近, 他连发出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吗? 没有一点声响, 我也查看过伤口, 脖子上血肉模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那就要注意一点了, 我怀疑他很有可能会跟着你们过来的。 对此他很不舒服, 这队人明显已经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结果上面又要求合并队伍, 本来他这队还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 结果现在也得提心吊胆了。 宋乔猜出了承宇的心思, 他笑道, 合并队伍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啊, 你的战斗力又不强, 光凭你那几个助手, 怎么可能从盛山平安归来啊? 承宇没好气道, 你懂个屁啊, 野兽又不懂怎么分辨换术, 他们没那个智商, 只要是看到的就会相信。 我这能力, 兴许对付很多超凡者不管用, 但对付野兽, 你们谁有我在行, 真到了危险关头, 我保证野兽跟我擦肩而过, 也发现不了我。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宋乔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这承宇的能力, 对一些聪明人并不好使, 但野兽却没有分辨能力, 他低声道, 兄弟, 真到了生死从安的关头, 拉我一把, 必有后报。 这还差不多, 可正当两人聊天呢, 前方忽然传来野兽的思鸣声, 队伍里所有人都同时停下了脚步, 警惕起来。 承宇和宋乔两人相视一眼, 竟是快步向着声音冲来。 俩人都不是胆小鬼, 胆小鬼也不会来这种地方, 与其畏缩不前, 不如赶紧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 有人比他们冲得还快, 罗兰本来还气喘吁吁地走山路呢, 听到这动静, 立马就冲了上去。 他倒是一点都不害怕, 任小素就在身后呢, 他怕个屁呀。 有人起头, 后面的人也就全都跟了上去。 杨小姐问道, 能听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任小素若无其事地说道, 就是一只大狐狸, 已经弄死了, 没想到它速度还挺快, 差点就让它跑了。 杨小锦顿时恍然, 何止是任小素弄出的动静? 程瑜等人抵达现场时, 只鱼下狐狸的尸体被丢在地上。 这狐狸的脊柱都被人扭断了, 手段极其暴力。 这不会就是袭击女队员的东西吧? 有可能。 宋乔说着, 便拿匕首剖开了这狐狸的腹部, 只见里面花花绿绿的内脏都掉了出来。 宋乔旁边的助手也不嫌脏, 稍微翻检了一下就确定了。 他胃脸, 还有没消化完的人类内脏, 就是他。 可他是被谁弄死的呢? 程瑜得到确定答案后, 非但没有松口气, 反倒更加担心起来。 在大家看来, 如果说这圣山里的野兽只是像面前这狐狸一样, 变得更加硕大, 狡猾, 有力, 那其实这趟圣山之行, 反倒并不用特别担心。 他们害怕的是一些诡异的不可知事物, 所以不知道敌人是谁的时候, 内心就会产生一丝恐惧。 但当神秘的未知变成蚁之后, 恐惧便会慢慢消散。 要知道, 两队人马合并之后, 混杂其中的超凡者不在少数, 对付这种野兽还是很轻松的, 只要小心别被偷袭就好了。 不过, 到底是谁杀了这狐狸呢? 总不至于是有人路过, 就干脆做了好人好事吧。 会不会是山里的野兽自相残杀呢? 不会, 肯定是人为的。 如果是野兽相残的话, 那这狐狸身上应该有齿痕之类的线索。 可是你看, 这狐狸就像被人突然给捉住, 然后大力折断了脊椎, 野兽根本不会这样杀敌。 继续请点人数。 承宇邀请清点人数, 是想看看队伍里会不会有哪个人脱离了队伍。 之前行进的时候, 大家都零零散散的并没有全都躲在一起, 保不齐就是这队伍里隐藏的高手做的。 结果承宇和宋强的助手快速点了一下人数, 竟然少了两个人。 有人认识那两个人吗? 有谁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这时, 一旁的王运说道, 我不认识, 他有印象, 好像是两个男的, 一个周年约末四十多岁左右, 还有一个年轻人, 约末二十五岁左右。 王运转头看向了一个年轻女人。 哦,对, 就是你昨晚帐篷旁边那个年轻人。 年轻女人愣了一下, 然后环顾四周。 还真是他呀。 这时候, 所有人都看了王运一眼, 这货的记忆力让大家都心中按惊了一下, 竟把每个人都记得如此清楚。 不光是看一眼就能知道谁脱离了队伍, 而且还知道对方前一晚所住的帐篷在什么位置。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当然, 王运要是一般人, 也不可能成为孔氏情报二处的处长。 当初他从军, 情报系统去挑选人才的时候, 负责筛查人才的主官一眼就看中了他。 当时每个候选者都要经历面试。 王运进入面试室后, 主官第一句话问他。 刚刚你来这间面试室, 遇到了几个人? 七个。 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两个蓝色, 五个黑色。 你遇到的第三个人脸上有几颗痣? 六颗。 于是, 王运当初刚一进入情报系统, 就被很多人关注了。 这次进入圣山, 王运一开始是很低调的, 而现在, 他已经确定身后除了他的二百多精锐以外, 就没有其他人跟着了。 所以现在, 王运的底气很足, 觉得自己可以稍微展露一些能力了。 成语看着王运说道, 你记忆力这么好, 那你应该也记得他们学来哪里吧? 刚刚杀死这狐狸的, 是他们吗? 王运摇头说道, 我想应该不是, 他们俩人落在了队伍最后面, 而且彼此相聚也不近, 看样子并不是一起的。 成语皱起眉头, 他突然说道, 回去找他们。 说着, 成语当先返回了刚才的方向, 只是没走几百米, 就看到王运口中的中年人,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脖梗上血肉模糊。 再走数十米, 那个年轻人的尸体也找到了, 伤口在同样的位置。 队伍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一种莫名的压抑气氛在人群之中蔓延。 见到狐狸尸体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自己找到了真凶, 这刚刚松开的一口气, 瞬间又提了起来。 成语的助手疑惑道, 明明在那个狐狸的位里, 找到人类内脏了呀, 难道, 他还有同伴? 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任小素却暗自摇了摇头, 否定了成语助手的说法。 王运这时对任小素笑道, 我刚看到你摇头了, 能说说为什么吗?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刚准备回答问题, 可脑海中的宫殿声音, 却响了起来。 任小素心里一声叹息。 第589集, 安心的罗胖子 这会儿因为亡运, 所有人都看向任小素, 然后他们就看到任小素 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绳子, 开始跳绳。 任小素一边跳绳一边说道, 因为这两人脖子上的伤口 不是狐狸咬出来的, 你们不用管我, 我跳会儿就好了, 王运和成羽都傻了。 原本王运还想问点其他事情, 结果被任小素这一顿操作, 搞得他情绪都不连贯了。 你回答问题就回答问题, 怎么还突然跳下来了? 不光是王运, 几乎所有人看到任小素 跳绳这诡异的一幕后, 脑中都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大家甚至都有点不太关心面前这俩人是怎么死的了, 他们更关心这少年, 为什么要一边跳绳一边说话? 似乎是因为杨小锦理解他的缘故, 所以任小素现在再去完成任务的时候, 已经没有羞耻感了, 只要他在意的人能够理解他在做什么就好了, 管其他人干嘛。 此时, 任小素一边跳绳, 一边观察着尸体的伤口。 这伤口没有牙印, 更像是被谁用手捏住了脖子的大动脉位置, 直接导致猎物昏厥, 然后硬生生地将肉给扯下来了。 这手段也太暴力了一点, 搞得任小素也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到底对不对。 任小素跳绳的时候, 嘴里还念念有词, 成语疑惑道, 你在念导什么呢?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等他数到三百才停了下来, 并在脑海中问宫殿, 这次任务的完成度? 完美机。 很好。 任小素环顾四周, 发现大家表情都特别复杂。 想想也正成, 刚经历了解除危机, 危机重现, 任小素跳绳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之后, 大家的神经需要消化一下他们刚刚经历的事情。 罗兰等任小素跳绳结束后才开口说道, 大家也都看见了, 我们如今还没进入圣山范围, 就已经遇到了好几次危险, 所以接下来的前进队形必须紧凑一些, 就算是上厕所, 也必须五人以上同去, 在场只有四名女性,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陪你们一下。 大家听了罗兰的话都一阵无语, 还能再不要脸一点吗? 可是有人忽然发现, 这, 这不是五个女性吗? 你是不是少数了一个? 她们人数刚好够啊? 罗兰愣了一下, 这一刻她才发现, 自己把杨小锦给漏掉了, 只因为她知道任小苏和杨小锦的关系, 所以脑子里就直接把杨小锦过滤掉了, 没把杨小锦当成女的。 罗兰尴尬笑道, 啊, 数错了, 数错了, 罗兰脸皮是偶尔这么厚, 还是一向这么厚啊? 杨小锦趁大家注意力转移到罗兰身上, 于是低声问任小苏, 任小苏感慨, 一向这么厚? 要知道, 当初罗兰想把东副男收入麾下的时候, 可是天天往他们药堂跑呢? 咱们还是小心点, 老许都没有发现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周围晃的, 对方有可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老许, 刚刚他杀人的时候, 连我也没有察觉到。 今晚该我和大户有守夜, 你好好休息一晚, 保存好你的体力, 不过这狐狸又是怎么回事啊? 为何胃里会发现人类内脏呢? 我猜, 他可能是跟着某个东西来进食的, 那个东西只杀人, 所以撕裂了猎物的脖子就走了, 而狐狸则吃掉他不要的食物, 所以, 罗兰他们队伍才会看到尸体死亡后被掏空了内脏, 我们以为是一个生物所为, 但其实是两个, 这荒野上共生情况很多,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 如果我猜对的话, 这行凶者, 很可能是一个人, 而这狐狸, 说不好, 还是对方的宠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有点麻烦了。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 你有没有发现, 这狐狸的皮毛很干净, 像是洗锅的一样, 荒野上的野兽, 就算特别爱干净的, 也不会这么干净。 其他人或许没发现这个问题, 但人小素, 常年混进荒野, 怎么能发现不了呢? 如果这狐狸真是谁的宠物, 那自己用老许杀了狐狸, 对方恐怕心头大恨了吧, 一定会有报复手段, 在后面等着他们所有人的。 就在此时, 走在队伍前方一公里附近的老许, 突然转身, 只见山野里不知何处, 竟飙射了一块石头。 那石头速度极快, 宛如子弹一般打在老许的胸口, 将老许给打得亮枪了一下。 若是普通人挨这么一下, 怕是当场就要吐血了, 超凡者都不一定好受。 可是等老许去查看四周后, 却根本没发现投掷这块石头的人。 对方已经开始报复老许了, 我找不到他所在的位置, 还没法确定对方到底是什么。 但任小速起码有一点没猜错, 狐狸确实是对方的宠物, 不然对方不会如此急眼地立马报复老许。 杨小锦问道, 怎么报复的? 什么手段? 任小速解释道, 用石头砸了老许。 杨小锦听完一愣, 用石头砸人? 怎么这么像小孩子干的事情? 当天再次开始行进的时候, 因为所有人都心存恐惧, 所以大家竟是全都很听话地排成队列前进。 不光如此, 罗兰还专门给队伍分成了几组, 小组之间轮流殿后和保护侧影。 这时候的罗兰, 就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庆时代新兵似的, 还挺过瘾的。 要知道, 曾经罗兰带在作战里, 可是庆室里战斗力最生猛的作战序列之一。 下午, 对方似乎见一时半会儿没有合适的杀人机会, 也就没有再动手了。 也有人想离开, 可现在哪还走得掉? 这时候要回头, 说不定还会遭遇那怪物的袭击, 在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 实力如何的情况下, 这种单独离队的行为, 就像是找死。 晚上肃营的时候, 罗兰还安排各个小组轮流指引, 甚至还专门划出了守夜区域, 指定出少岗必须站的位置, 何时轮值, 何时换班, 都安排得井井油条。 任小肃默默地看着, 他发现罗兰指定的守夜岗哨很讲究, 但凡有人想偷袭营地, 都逃不过这几个少岗的事业。 如果少岗上的人出事了, 其他人也能很快就知道。 对于此事, 程宇和宋强俩人也有点自愧不如, 他们是超凡者, 却没有任何的带兵打上经验, 也许杀人可以, 但说起组织协调能力, 那就跟罗兰差得太远了。 有时候, 罗兰外在表现出来的模样, 真的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才能。 在很久以前的庆室内部, 曾有人提过, 也许罗兰比清诊更适合当一个影子, 后来因为罗兰只是个私生子, 也就没人再提这事了。 安排好守夜的事情后, 罗兰大摇大摆地回到自己的篝火旁, 倒头就准备呼呼大睡, 诚诚赶紧拦住了他。 不讨论一下怎么对付那个偷袭我们的东西吗? 罗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你们超凡者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 罗兰不再理会诚诚, 直接睡觉了。 诚诚看着罗胖子有点牙疼, 他问宋桥的。 这胖子到底打算干什么? 他竟圣山有个毛翼一样? 鬼知道。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罗兰的呼噜声便开始响出整个营地, 一呼一吸简, 极有节奏, 酣畅淋漓。 在罗兰旁边, 周琪也已经睡得四仰八叉了。 成语感觉有点奇怪, 他问宋桥, 等等。 这俩人是一起的吧? 他们就这么睡了? 也不分个人手艳? 这罗胖子是真的不怕我们暗算他呀。 之前他们也这样? 宋桥愣了, 他回忆了一下。 不对。 之前跟我们在队伍里的时候, 他可是警惕得很大, 两个人从来不同事睡着的。 那就奇怪了。 成语看向营地赌定道。 说明这营地里有罗兰和周琪可以信任的人, 信任的程度, 甚至能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下随时随地睡着, 却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也只有罗兰相信在这里没人能杀掉他, 他才敢这么说。 第五百九十几 盲猜 今晚, 所有人守夜都格外认真。 当然, 这队伍里各自心思不一的队员, 也只有在面对共同的危险时, 才能如此齐心协力。 毕竟大家的目的是进入圣山搞事情, 可便连圣山都进不去, 就死在外面了。 营地里点燃了十来堆篝火, 罗兰在睡前就带着大家收集了足够燃烧 一晚上的干柴。 好在是冬季, 周围的干柴随处可折。 港哨则有九处, 每个港哨安排两人来职守。 港哨周围的树木都砍伐干净了, 以此来确保他们有开阔的事业。 在这方面, 罗兰轻车驾熟, 用她的话讲就是, 行军打仗想要睡得安稳, 那白天就要把功夫做足。 这一次, 罗兰俨然已经将前往圣山当做了一场战争。 任小素躺在帐篷里面熟睡着, 杨小锦就守在她的帐篷外面, 手里握着一枚巴掌大的狙击子弹。 别人都是盘核桃手串, 杨小锦就比较特殊, 她闲着没事的时候盘子弹。 此时, 老许正静静盘坐在营地外五百米左右的位置,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晚上的月光并不明亮, 天空时有乌云飘过, 眼看着就像是要下雪似的。 营地里的篝火被凛冽的寒风刮得不停摇眼, 帐篷里不少人都裹紧了自己的毯子。 一片乌云笼罩天空, 山野中一个黑影在不断靠近老许, 他行走在地面上, 竟是一点声响都没有。 渐渐地, 他已经能够隐约看到老许的背影了, 也许他可以像杀死其他人类那样, 杀死面前这个人。 如同任小肃猜测的那样, 狐狸是老许杀的, 所以对方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了老许的身上。 而且, 从始至终老许都是孤身一人, 猎人向来都喜欢这种落单的猎物。 静默中, 黑色的影子快速接近着, 并且心中还有一丝心性, 面前这人类竟然仍旧背对着他, 不管对方有没有发现自己, 都已经来不及了。 刹那间, 黑色的影子伸出手掌抓向老许的伯格, 可是这一抓之下, 他赫然发现自己竟然没能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 这与他以往遇到的任何一个猎物都不同, 没有血液飙射, 对方也没有昏迷。 自己触碰的身影仿佛不是血辱之躯, 可明明这就是一个人类啊。 帐篷里的人小肃骤然睁开双眼, 老许盘梭在地面上的身形弹射而起, 整个人宛如更加恐怖的鬼魅一般, 原本搁置在膝盖上的黑刀, 已经朝那黑影劈了过去。 可让任小肃诧异的是, 老许这一刀竟然劈空了, 那荒野里的怪物要比他想象的还要极敏于狡猾。 对方在发现老许的异常后, 就毫不犹豫地反身钻入了荒野, 那速度与老许相比也不慌多嚷。 老许朝着树林中追去, 那怪物在树干之间弹跳自如。 催程! 任小肃铁了心要把对方给留下来, 这世上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老让这么个鬼东西坠在身边, 谁能真的睡他谁? 就在那怪物选择下一棵树干作为落点的时候, 老许速度突然暴涨, 竟后发先制地抵达树前朝怪物挥刀而去。 一边突生, 那小怪物被劈来的黑刀给惊吓得啊啊直叫, 任小肃以为这一刀必重, 可对方在空中竟犹如违反无理常识似的诡异转向了, 让老许一刀劈空。 任小肃皱起眉头了, 开启锤绳就是要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如果第一击不中, 那后面也就悬了。 荒野间, 两个身影一前一后追杀, 可对方的行走轨迹太过诡异, 时常就在空中转向让人防不胜防。 最终催程结束, 任小肃控制老许停下降步。 营地里已经有不少人被刚刚的战斗惊醒, 虽然战斗发生在五百米外, 可老许追杀对方途中, 光大树都批断了好几颗, 这声响是非常大的。 成羽在篝火里点燃火把, 站在营地的边缘向外眺望, 可外面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任小肃从帐篷里坐了起来, 杨小锦低声问道, 杀了吗? 任小肃压低了声音说道, 没有, 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缠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竟然能在空中转向。 看清楚是什么了吗? 没有, 天色太暗了, 只能大概看出是灵长类, 是不是人类还没法确定? 如果是人类的话, 那对方的身高, 应该也就一米二左右。 这是, 宋乔来到成羽身边疑惑的。 这是谁在战斗? 难道, 是白天帮我们杀狐狸的人? 有可能。 成羽面色沉重地说道, 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如此胆大, 竟然在半夜还游荡在荒野, 不知道他成功没有。 出去查看? 成羽的助手问道, 总要出去看看情况, 才能安心呢。 不行, 这个时候出去太危险了, 我宁愿明天早上再去, 也不想在这阴沟里翻船。 万一是什么怪物, 想要故意引我们出去呢? 旁边的人都没说话, 这黑灯瞎火的, 可没人愿意走出去冒险。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片黑暗里, 讨论着什么, 没人注意到王韵在一棵树的树根下, 刻下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印记, 这代表着前方有危险, 他要提醒一下身后的下属, 小心行事。 其实这么做挺多余的, 毕竟他的下属已经够小心了, 直接就撤退了。 这时, 罗兰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 不在他身上的时候, 赶紧偷偷给任小素挤眉弄眼。 他先是指了指任小素, 再指了指自己, 最终指了指外面的黑暗。 意思是, 兄弟你可要照着我呀, 外面太危险了, 我怕死。 任小素对他摇摇头, 罗兰脸色瞬间就苦了下来, 难道任小素也没把我保住自己吗? 罗兰开始思考人生, 反思这趟来圣山是不是太莽撞了, 连任小素都未必有把握保住自己, 足以说明这里危险。 杨小锦看到两人挤眉弄眼, 便低声问道, 他跟你比会什么呢? 任小素回答道, 他指了指我, 指了指他自己, 然后指外面, 应该是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上厕所, 我摇摇头说不去。 任小素也没具体深思, 罗兰给他笔画的手势到底有什么含义, 所以也不知道罗兰现在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后悔之中, 后悔自己不该来圣山, 不该如此莽撞, 罗兰想着想着, 就睡着了。 当天夜里, 那怪物没有再来过营地附近, 任小素睡觉的时候, 依旧让老许盘坐在营地外面, 只要有任何生物攻击老许, 他都可以通过痛卷立马赶之。 虽然睡觉的时候他没法控制老许, 但孤身一人在荒野上的老许, 就像是一个诱饵, 如果敌人是野兽, 那么他会攻击谁? 肯定不会是拥有数十人的营地。 经过这一战之后, 营地里所有人都只能听到动静, 却没法得知外面的情况, 这就导致大家再次失眠了。 成羽忽然感叹, 这前往圣山的路上, 自己竟是一个好觉都没有睡过。 他坐在帐篷外面, 任由摇曳的篝火, 将他的脸颊照红。 宋桥捧着一杯热水, 一边暖手一边坐到他旁边。 想什么呢? 想我们能不能从这圣山里活着出去? 想这个有什么用啊?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安京寺那位 根本不在意咱们会不会活下来。 成羽瞥了他一眼。 没想过。 宋桥听着耳边伴随着的呼噜声, 他一边看着罗兰的帐篷, 一边感慨道。 我有点羡慕他呀, 这罗胖子是心真大呀。 我要是有庆诊这样的弟弟, 早就不知道去哪里逍遥快活去了, 哪会跑到这里来冒险。 都说千军之子坐不垂堂, 君子不立于围墙之下, 那么显赫的身份本应该很惜命才对。 也不知道这罗胖子图啥。 谁知道呢, 不过你也别小看这罗胖子。 就像咱们之前说的, 这队伍里一定有罗兰的后手, 而且一定非常厉害。 哼, 那就拭目以待了。 天亮之后, 所有人连脸都没洗, 牙都没刷, 就匆匆结队跑去查看昨晚的战斗现场。 只见这五百米外的战斗发生地点, 一片狼藉。 但古怪的是, 一点血迹都没看见。